紧接着提供给您今天的娱乐快递 由谭永林 钟振涛 彭建新 陈友及叶志强组成的温娜乐队成立50周年 宣布8月6日至10日于宏馆举行第9次演唱会 也将会是温娜最后一个在宏馆的合体演唱会 为了纪念这次别具意义的演唱会 温娜特意创作最新单曲《有史至今》 歌词唱出温娜无虎 众史成员之间有散有据 不过有史至今兄弟情半世纪不变 并合力创造出温娜时空 与乐迷一起走过不同岁月 MV导演选择了近年流行的露营作为故事背景 重新回顾温娜年轻时代一边玩一边组乐队 令成员大呼过瘾 也因为玩得高兴 决定再拍摄五个黑发的少年的网上节目 挑战温娜50年来从未做过的新鲜事 而其中的任务就包括唱游主题公园等等 由黄婉君与妹妹黄婉佩组成的女子组合2R 于2002年出道青春无敌的姊妹组合曾经红极一时 两人不仅出唱片做歌手 已曾分别参演电视剧 电影甚至舞台剧 如今两姊妹都淡出幕前 同样成为幸福人妻兼漂亮妈妈 日前定居新加坡的妹妹黄婉佩 更专程回到香港 与姐姐一同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姐姐黄婉君透露 将会为拍摄广告推出个人新歌 大家好 我们是Eato 我是Rais 我是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和挂住香港的 我最喜欢就是香港整个环境 可以感受到那个vibe 然后吃香港的东西 鱼蛋粉 阿婆 那些炒焦饭 环炭面 还有见到很多朋友是最重要的 那见到一些朋友其实是很窩心很开心的 我们就没有去计划要再唱歌的 除了我拍那个广告之外 那会不会因为现在公司刚刚上市呢 都会专注做 将公司搞得更加好 更加厉害 那下次再见你们的时候 希望都有好消息的报导 是的 那我姐姐就是出一首新歌 那我也很想听 因为她还没录的 那其实我都很excited 因为可以去录音室可以唱歌 林心如丈夫 台湾男星霍建华早年进军内地市场 发展相当不错 2015年和赵丽颖主演内地剧《花千古》 为她带来事业高峰 不过在2018年主演剧集《如遗传》 以及2019年的《注梦情缘》后 就处于停工状态 有人指霍建华没有拍摄内地剧接近四年 主要是想遇到好剧本 以及疫情关系 另一个原因是想多花点时间在女儿身上 但日前就被发现身在北京 立即传出她复工 并跟内地女星刘亦菲和演新剧《玫瑰故事》 太太林心如在台湾出席活动说不方便回应 关于丈夫的工作详情 自己能做的只有无条件支持 又说两人也有默契 一定要留一个人在家里照顾女儿 心如表示 觉得大家可以做喜欢的事都是好事 像她自己工作时 老公都会支持她 所以她也会支持老公 让她放心家里的一切 歌手吴若曦 俊妮刚度过了生日 之前到上海开场的她 还来得及回香港庆生 俊妮先和一般忠实粉丝 搞了一个迷你生日会 她表示 有你们我很幸福 广州歌迷也即刻留言 希望明年她也可以在广州开生日会 生日当天她跟家人共度 捧着生日蛋糕拍照的她 开心爆料表示 照还没有拍 就已经被儿子吃掉了蛋糕上的字 不过日前她就再次中招 确诊新冠病毒 令她这次生日相当难忘 圈中的一般好姊妹 蔡嘉欣 姜若琳等都有送上祝福 吉尼说 大家的祝福她收到了 还搞笑地叫大家请无视照片中的水肿经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